各位早晨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這齣電影 當他一開始透露一些劇照 那些人看到小丑化妝的時候 其實是劣平如潮 但在那時我也給他一個Benefit of doubt 因為我覺得Wakin Phoenix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之前有其他很好的演員演過Joker 但我覺得如果他真的表現的話 我覺得他應該是很厲害的 但我對這齣電影的唯一有疑慮 就是那個導演Todd Phillips 他之前比較有名的拍攝Hangover 那些賤賤格格的笑片 他是不是可以拍一齣Joker 他對照片是有一齣比較正經的 叫War Dogs 那一齣是比我想像中好看的 但也不是一些巨作 是一齣不錯的電影 是出於我預期的電影 但不是令人驚訝的經典 所以我對導演沒有什麼信心 他拍其他電影是可以拍到有多 但是他不是拍所有電影都這麼厲害 所以我昨晚看了這齣電影 他比我想像中好看很多 我自己是喜歡的 但我覺得這齣電影 像是Batman 或是Marvel的電影 那齣電影 這齣電影跟那齣電影完全不同 我覺得這齣電影是一個不同類型的電影 我覺得他甚至有一點 像是Art House那種Feel 他這齣電影是一個很嚴肅的character study 即是可以說 他是很專注地去講一個角色 他也有一個故事 他的故事就是講Joker 他未變成Joker 你可以當這齣電影是Joker Begin 而是講他如何由一個普通人變成Joker的角色 那一個轉變 很多這些超人電影 即是他會用第一集 他會用半出電影 或者頭那一節說他這個轉變 然後後半段說他變成超人電影 他有什麼作為 通常看那些電影 你都會覺得 即是頭半段你快點過了 我想看他變成Spider-Man之後 我想看他變成Batman之後 這齣電影就調轉 他簡直是整齣電影 即是他整齣電影 就是講 即是其他Super Hero Movie 頭那一節他用整齣電影 來講那個轉變 究竟這個人怎樣由一個普通人 即是他不能打的 他沒有功夫 然後他變成了 人人都認識Joker 整齣電影就是這樣 那樣 他那個角色就是 那個男主角 即是Warkin Phoenix 他跟媽媽住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Loser 即是一個沒有事業 不成功的人 他就是 他的事業 即是他的工作 不可以說是事業 他就是做一個小丑 而且他是想做一個 港棟督笑的人 即是想搞笑人人笑 但他的笑位跟其他人 是完全不同的 即是別人完全沒有反應的時候 即是他自己在那裡大笑 即是他事實上是有病 即是他不能控制他自己在那裡笑 然後故事就發展下去 即是他 即是這齣電影 即是他不像Marvel那些電影 也不像Batman那些 即是我現在就這樣想 其實不像任何一齣 即是我看過的Super Hero Movie 因為他這個是一個character study 他只是說那個人 甚至乎可以說 其實對這齣電影來說 那個故事 其實不是很重要的 主要是說 這個角色 在他的眼光看出來的世界 是怎樣 即是他出戲 有很多位置 甚至乎是把觀眾 你可以說整齣電影都是這樣 即是放在他的headspace 裡面 即是他的眼 即是他個人的經歷 就是你看到在畫面上 呈現 所以所有事情是關於這個角色 如果要比較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齣電影 是有點像 Walking Phoenix 即是之前 好像兩年前他有一齣電影 也挺好看的 那天我也有說過 就是這齣電影 You Were Never Really Here 不是所有人都會喜歡的 但是喜歡的人會覺得很享受的 我都挺喜歡這齣電影 所以我覺得這齣電影 也挺喜歡這齣電影 所以我覺得這齣電影 是相當之OK 但是人人口味不同 有些人會覺得是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即不是一出他們入場想看的電影 所以覺得很無人 即是這齣電影是沒有什麼動作 即是沒有什麼大場面 即是我剛才給你那齣電影 You Were Never Really Here 那齣電影 更多動作 根本上就是 那齣電影 那有什麼好看呢 主要就是那個 Walking Phoenix 因為這齣電影是關於這個角色 關於這個角色 但是男主角做得很好 所以這齣電影已經成立了一大半 根本上就是 即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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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的經典演出 即是像You Were Never Really Here 即是他也很出色 即是他也很出色 即是他那齣電影 即是他就增肥 即是他變成熊癮 即是他變成熊癮 即是他這齣電影 即是他減到很瘦 即是他未至於瘦 即是他未至於瘦 即是像Christian Bale 做過那齣電影 即是未去到那種 但也有點接近 即是一個瘦到你會覺得很震驚 即是他懂得利用 即是有一些姿勢 你會看到他刻意利用 即是讓人看到他瘦得多厲害 殘得多厲害 即是好像是一個被社會蠶食得很厲害的人 所以他是很投入去演這個角色 即是當他這種級數的演員 即是當他很投入去演一個角色的時候 即是根本就是好看 即是因為他的緣故 我覺得這齣電影已經加了很多分 即是他講故事的那個部分 即是我猜不到這個導演 即是他之前是拍開那些笑片 即是你找一個拍開笑片的人去拍 You Were Never Really Here 那些電影 你是不是想著他會善態 即是想著他會失手 即是他沒有失手 即是我覺得他是拍到那種氣氛 以及水準出來 所以總之我是相當之享受的 例如我會 即是我個人口味 即是大家都知道我不喜歡看那些超人電影 即是這齣電影我會覺得好看過近年 近很多年的Marvel電影 即是那些Avengers 即我會寧願看這齣電影 多過看那些 不過這齣電影就是我個人口味 即是這些人人不同 我自己就是 即是那齣電影 You Were Never Really Here 我給他的評分是B 如果我沒有記錯 即是不知道B還是B減 所以這齣電影我都給他B 即是我是相當之喜歡 但我相信不是適合個人口味 我相信